字幕作词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Excel上copy 这些方案 发觉这位置停留了 多久不久做到累的时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今天大家讲一下AutoFill 绝对参照 相对参照 混合参照 希望帮助大家在Excel上省了些时间 如果你是新朋友欢迎你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立即开始 我今次做了两个例子出来 大家不要罚打字 如果你想试试的话 第一个例子有两个Z1和Z2 想做到左边这一栏 每一次都加上它 再加上右边这一栏 相对个Role的Value 就是等于Sum这一栏 再加上这一栏 介绍一个Concept 叫AutoFill 在右下角看到有一个10字 只要Double Click 就会自己Fill 所有 它都是帮你Copy & Paste 如果你不喜欢 被它拉到底 其实你可以drag到某一个位置 由于它很聪明 就已经和你Copy 全部进去 不然有一个问题出现 Double Click 这一栏 看一看 原先我是想加1-10 加9 你看到就这样移进去 那些位置都会移到一个一段格子 这条数字就计错了 所以我们要锁死它 例如是要锁死第六行开始 去到第15行 如何锁死它呢? 加个钱的符号在6字那里 再加个钱的符号在15字那里 就锁死了 由这一列到这一列 再重复以上步骤 见到这里 没有再移进去下方这个桿子 右边因为没有锁住的 所以都会一行一行相对地移进去 看完最后这一项都对 那就OK了 用了两个概念 这个是AutoFill 另一个锁住哪一个列 第二个例子 Z3、Z4上面还有一个Factor 我是想Z3的数 再加一个Factor 第二就是Z4的数 再加一个Factor 你会做AutoFill的 但是这次要Lock 的对象就有点不一样了 Z3这个数 还有这个Factor 哪一个不会退位 不会跟着这条方向的位置 而路由所改变 很明显就是这个Factor 所以这次就是要Lock 烂的字母 和列的数字 两个都Lock 如果你觉得那些$弄得很烦的话 教你一个Sharket Kit 按F4 你会发觉那$就会在这里走的了 其实按4次 怎么都会按到一个对你的组合了 Double Click 或者拉到旁边 那就做完整件事了 看看这个F7 因为我退下了一行 他都会跟我退下了一行 去F7这里 G3这个因为我Lock 住了 所以他都没有退 旁边这个G7 因为我向右退了一格 所以这个又向右退了一格 G3这里我又Lock 住了 所以就没有退位了 G15 相对这样退了一个位 G3也是没有变的 因为我是Lock 住了这个Sell 以上所说的东西有正名的 相对参照 绝对参照 和混合参照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蓝和列都不让它探 就叫绝对参照 如果你不让它退蓝 或者列自然一样 就叫做混合参照 如果你两样都让它探 就叫做相对参照 大家有没有要加上一个Dollar Sign 之后做回合参照的成功例子呢 欢迎在下面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XL系列之后 也会继续有的 记得Stay Tune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LeX Express 谢谢你们的朋友 我们很快再见